心灵关注于神 心灵关注于神 我们来看对的经文 看对的经文 说在诗篇32篇第8节和第9节 我得到这个经文 我觉得很惊讶 我觉得是想去学世界这本 帮我看这段段 我们一来读诗篇第32篇第8和第9节 他说我要教导你只教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精在你身上引导你 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 必要用绝环配头乐住他 免得他们临近你 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 得到解释几样东西 我们得到一个解论诸说 不熄灭圣灵的感动 并不是限制于第2个选择中 而是立志降服于神的旨意 为一生的主则 不是立志的 我以前有啦 那一次罢了咯 是一辈子 不是那一次 为了要找男朋友 比较专心一下 其他东西都没有 为了要找工作 比较专心一下 其他东西都没有 其他东西都不听到神的声音 是一辈子大和小 OK 所以圣经形容我们啊 我们好像那无知的罗马 你知道什么叫罗马吗 对 东西和马交配 杂交出来的种类 叫做罗马 这个马 这个罗马呢 很 在动物界里面是一个很顽固的动物 不听话 你打 所以你要用这个 绝环和配头 绑住他的嘴巴 然后用拉住他 他才能够控制我 就给我扳回 这叫做TT 脚签肌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重要的 我们圣经形容我们叫罗马 我们很TT 我们很反馈 要用这个配 这个配 这个环绝 和这个配头 乐住你的嘴巴 才拉得住你哦 环绝环和配头 表示我们生命中的痛苦 我们生命中的失败 我们生命中的病 神让这些事情发生 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神才能够赢得到你的关注 换句话说 上帝要不是用 那个锤子敲你的头呢 你是不会停下来的 因为说孩子啊 上帝要跟你讲 孩子啊 你不要让我整天拿腾条 我对着你的啊 不要每一次等到你生命 生意失败 成绩不好 生意惨大 你才意识到我们的存在 所以你现在明白 这是一份微妙的关系 上帝说 我要做的事 就是定进 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回忆 我对你的国际关系 一点感到 感谢观看